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血液 头发药液等 委托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 鉴定药物成分和DNA 结果在A某的分泌物中 发现了男性DNA 被确认该男性DNA的真实身份 警方随后采集了瓢尸后 和K某的口腔表皮细胞 委托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进行鉴定 鉴定结果表明 在A某分泌物中发现的男性DNA 和瓢尸后的DNA完全相同 而与涉嫌性骚扰的K某毫无关系 有苦娱乐播报 整理报道 祝贺优酷全娱乐 优酷全娱乐 优酷全娱乐 3月25号 3月25号 3月25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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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式上线 无视频 无真相 无视频 无真相 优酷全娱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